为什么台风的名字都很好听 猫小美 你知道吗 今年的第五号台风就要来了 嗯嗯 这次台风的名字叫做丹纳斯呢 丹纳斯 好好听的名字啊 一定是个漂亮的小女孩吧 不是小女孩 丹纳斯是台风的名字哦 还有 彩虹 山竹 墨兰蒂 海燕 这些名字都很好听呢 啊 台风 为什么台风这么可怕 它的名字却这么好听呢 爸爸给我说过 正是因为台风可怕 人们才给它取一些好听 有美好寓意的名字 希望能减少台风带来的伤害呢 这样的命名方法是2000年开始使用的 人们事先制定了命名表格 然后按照顺序重复使用 所有的名字都代表了美好的愿望和期待 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 爸爸还说 如果台风对人类造成很大伤害的话 它的名字就会被除名 用其他名字代替 像是墨兰蒂 海燕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被除名了呢 哦 原来墨兰蒂和海燕都是坏台风啊 赶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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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赶走 坏台风不许来伤害大家 其实所有的台风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灾害 希望其他的台风名字能给大家带来好运 让台风造成的破坏减少一点呢 点击订阅我们吧